欢迎收看今天的华视晚间新闻 头条话题我们带你来关心全球现在新冠病毒总疫报 目前全球的确诊人数正式超过了160万人 台湾在今天也新增了两例确诊个案 一例的死亡个案 我们稍后带你来了解它的发病史 好 现在为了防堵任何群聚感染的可能性 从今天开始各大夜市跟传统市场 所有人都必须要戴口罩 同时进行人流管制 但是总有人在破坏我们台湾的团结防疫 最新消息是调查局已经查出大批的中国网军 假冒从台湾人向WHO的秘书长谭德塞道歉 我们再来看国际新闻 日本现在因为疫情恶化 除了原本的七个都府县 现在多了两个也自行进入了紧急事态 华尔新闻会带您一一来关心 好 我们先来看到国内今天新增的这两例的确诊个案 首先您看到是案381 它是从美国就学返台的 但是它也是搭乘了华航CI-011 您知道目前这根杯机已经多达11人确诊 好 另外一例确诊个案是382 是他378的丈夫 他当初也被列为确诊者 但是他从头到尾都是无症状的 病毒力现在很强 尤其您可以看到今天新增了一例的死亡个案 它是埃及旅游团的案101 本身呢您可以发现到它有慢性史 那么您可以看到是3月19号它就确诊了 隔天就出现了肺静润 因为肺炎持续恶化 不幸病逝 确实为了防止潜在的感染源造成防疫上面的威胁 那么指挥中心在今天宣布 包含所有的观光景点 国家公园 游乐区 夜市或者是传统市场 等人潮众多的公共场域 必须实施严格的管制措施 我们就来看到以全台的夜市还有传统市场为例 现在从今天开始 所有人都必须要佩戴口罩 而且是规划单一的出口 同时取消店家的试吃 包含所有的热门摊位都要标示相关的 所谓社交距离1.5公尺的地面标示 好 目前还是荣幸劝导 不排除未来可能开发 好 刚刚您也可以看到 这是严格的人流管制 那么除了摊商还有消费者 必须全程佩戴口罩 现在各大夜市跟商圈 都要依照指挥中心所提的社交距离 进行人流的管制 实际状况如何呢 摊商跟客人真的彼此配合得到 做得到吗 好 今天刚好十星期五晚上 人潮众多 我们现在就把现场连线给人在 宁夏夜市的记者雷亚张荣甫 来带给我们看到他们现场的观察 实际来到宁夏夜市 其实人潮已经不如以往的多 而进到夜市里头呢 人潮以及店家都会自动的 戴起口罩来保护自己 此外呢 许多店家已经会疏导民众 在排队等待的时候呢 要间隔一些相关的距离 来保持安全 不过呢 针对指挥中心 所规定的单一出入口 理事长呢 则是有一些的建议 我们来听听他稍早的访问 像宁夏夜市它有四个主要的出入口嘛 其中有两个是制药的出入口 我的建议就是说 双出入口让它能东向进西向出 或西向进东向出 这样反而不会造成消费者 在夜市里面停留的时间 绕行的时间 有的店家呢 也是很自动的加强防护 除了口罩之外呢 还多戴了护目镜 另外 未来像是有座位的摊贩呢 要是不能减少座位数 就要使用隔板来做区隔 也建议民众不要边走边吃 减少任何感染的风险 以上是记者雷亚 张绕甫 以及SNG小组 在明夏夜市的采访报道 好 谢谢雷亚带给我们的观察 那么同时指挥中心也宣布 从9号开始 全国的酒店还有舞厅 都是停止营业的 那么各县市的警方 从昨天晚上开始 就进行大规模的击查 尤其是指标性的 台中市两大酒店 包含金钱报跟海派 都已经配合停业了 但是呢 有人观察就发现 金钱报的员工 在脸书上po文 抠客 他们说 二楼的KTV还是正常营业 好 毕竟整栋的金钱报呢 一楼跟四楼是舞厅 跟酒店是不能营业的 但是二楼三楼是KTV 不用停业 所以让人很担心 酒店小姐会不会改去KTV 陪客人喝酒唱歌 反而成为另外一方面的防疫破口 不论是停业还是实名 是虽然非常扫兴 但是这是不得不做的作为 现在我们也可以体谅 酒店业们当然是一片哀嚎 因为小姐们通通是被动失业了 好 华日新闻就找到了失业的他们 像是现在在酒店工作多年的Amy 她是一肩扛起了全家的经济重担 那么就算听到行政院愿意 严拟从业人员进行相关的补助金额 但是她依旧认为 这些金额恐怕会被酒店本身自己吸收 小姐们是看得到拿不到的 所以他们现在还是得要想办法找其他出路 专家学者也认为 现在点名特种行业的关门 只会让他们偷偷转往地下化 要是没有更好的配套措施 恐怕会造成更多的防疫漏洞 好 我们了解完我们国内的防疫作为 我们继续来看到日本 现在是紧急事态的第三天 您可以看到包含原本的七个都府县 在今天又增加两个都府县 包含像是爱之县还有岐富县 他们在今天都是自行宣布 进入了紧急事态宣言 接下来东京京都的部分 也考虑会加入 好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和东京都知事的小池百合子 针对什么样的行业应该停业 其实僵持不下 终于在今天东京发表声明了 有六大行业是建议的停业名单 包含像是酒吧夜店的娱乐场所 或者是超过三百平的 大学院校或补习班 运动场地 展演场所等等 那么现在相关的补偿措施 也会出炉 明天开始正式实施 华市最前线即将前进日本 那么现在日本进入了紧急事态 这几天我们不断地观察下来 其实有别于欧美国家不禁足 不开阀的日本做法 恐怕没有办法有效地遏止疫情 华尔新闻现在是独家跨海 访问到分别住在东京 以及神奈川的当地日本居民 他们究竟是纯粹危机意识提高 但是无作为 还是他们自己会发起行动 配合防疫到底呢 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当地日本人的看法 日本人在当地的看法 那么反观我们的旅日台人刘先生 他人也正在大阪 他是以台湾人的视角 但我们看见目前大阪 紧急事态的现况 这台拍下的画面 您可以看到这是大阪的新斋桥 以前都非常多人 但是现在完全空荡堂 是看不到任何行人的 包含店家也关门停业 由于当地日本有个问题 他们没有所谓的口罩实名制 他们一盒五十片的口罩 您知道卖多少吗 台币一千二 所以有许多在当地打工赚钱的留学生 也因为收入短少 买生活用品也贵上十倍 现在他们的生活困境 其实是越来越艰难 好 了解完日本 我们再来看到美国 现在新冠病毒疫情 在当地造成确诊人数 超过了46万人 多达16000多人死亡 那么目前的疫情 看来是还没有缓解的迹象 因为重灾区纽约州 一夜之间又增加了799名的死亡个案 您可以看到全美 现在是各大地区通通沦陷 我们先来看到像是纽约的部分 他们已经是连续三天 单日死亡人数创新高了 而爆发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 现在确诊的病例数 也是不断的增加 已经来到了416例 我们再来看到像是芝加哥的部分 有一处的监狱 现在爆发了群聚感染 您知道光是这个监狱 就超过了400人确诊 那么也是美国境内 除了医疗机构之外 目前知道的最大感染源 疫情这么严重 外界归咎于WHO 尤其他秘书长谭德塞 在处理新冠病毒疫情的时候 因为轻重的态度 再加上态度拖延 饱受质疑 甚至被要求下台 但是谭德塞不懂得检讨自己 反而在例行的记者会上 狂批台湾三分钟 甚至抹黑我们 指控台湾的外交部 对他人身攻击 这样的不实指控 引发台湾国人的愤怒 我们先来看到这位留学生 他叫做林薇 他直接上传了一段 中英双语 给谭德塞的公开信 他用许多的试证 证明谭德塞 对于台湾的指控 可说是荒谬又错误 要求他应该要公开道歉 因为他本身是就读传染病学的他 口齿非常清晰 让影片一夜之间 冲破了上百万 点阅率 国人会这么生气 就是因为谭德塞 他莫须有的指控台湾 还对人身攻击 说呢 我们台湾对他的种族歧视 这是抹黑中的抹黑 那么总统蔡英文 当然很委婉的说 谭德塞你不了解台湾 想要邀请他来看看 但是您看看我们行政院长 苏仁昌他说话很直接 他认为谭德塞 叫吴蒂放石不够格担任秘书长 至于现在的推特更发起了一个代表 台湾道歉的模板 被广为流传 调查举今最新真实了 这是中国网军刻意炒作出来的 会有更多全球重要的疫情新闻 我们先来插播这重大的交通意外 连接车撞上了火车 这是台铁的高雄男子路段 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发生连接车 撞上了区间车的车祸意外 造成台铁的驾驶还有乘客总共四人受伤 但是事后警方讯问这位连接车的驾驶 他说是因为车辆熄火在平交道上所引起的 但是我们后续调查了完整的监视器 清楚地看见 原来这位驾驶他是穿越平交道在先 那么这起意外也一度造成交通大乱 听疫情在廉价结束之后 我们发现到不止急诊人数增加 就连小儿科病患也增加了 我们随机查访像是高雄市的两间医院小儿科病患 至少增加了一成到三成左右 那么医师就透露 其实来看诊的小朋友当中 以发烧腹泻还有呼吸道 这三大症状居多 而且就是因为有家长在廉价的时候 带小朋友去墾丁玩过 回来小孩就出了感冒症状 家长很担心是不是新冠病毒 纷纷到医院进行裁剑 忽略病毒的威力 现在感染的年龄层 从很年轻的到年纪很大的都有 而且全球死亡人数将近十万人 就有最新的研究显示 假设你是抽烟的人 如果感染新冠病毒所引发的肺炎 并发重症或死亡的风险 使不吸烟的人十四倍 好学者就说了 尤其是中高龄的吸烟男性 是高危险族群 所以戒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抗疫行动 因为我感觉到其实在疫情期间 每个人生活都战战兢兢的 好像觉得去哪里 假设一个不小心 可能会有确诊感染的风险 台中就有中医师发现 有些人因此压力大 都身体酸痛 而且头痛还失眠 都是因为疫情导致的后遗症 所以现在中医师要教大家 按摩头颈街五大穴道 的确可以有效的舒缓压力 现在出门都要戴口罩 派人保持安全距离 一免一粒就要记得戴好口罩了 口罩2.0第四轮 其实在4月8号就开跑 特别提醒您预购日 今天是最后一天 那么除了原定取货的四大超商之外 现在新增了全联还有美联社 两个通路可以给您选择 当然更加方便了 好 现在全台湾的240家药局 开始有申请停售 我们实际到药局去观察 却还是发现 即便我们的口罩2.0 不断的上路 但是还是有庞大的排队人龙 为什么不敢用网购呢 长辈们都说 网购真的学不来 他们现场取货 看下来 新闻看下来可以了解到 国人对于戴口罩来说 已经了解到 这是最重要的防疫手段之一 不过您知道 其实口罩的演化 来自于非常神奇的过去 好 夸古学者研究 其实人类从戏院前六世纪 就存在以口罩遮连的行为 不过当时您知道 不是用在医疗 而是用在宗教的仪式当中 从简单的一片布 到现代的演化成口罩 原本是宗教用途 到现在改成 医疗卫生 那么口罩在这当中 是经过几世纪的演变的 都在今天的打开 世界之门 台湾人的习惯很难改 尤其清明廉价出游的人潮 越超乎了疫情 所以指挥中心不得不颁发 包含今天开始 各大市场夜市 通通是必须要戴口罩 同时是严格的人流管制 因为到目前为止 台湾还是有四例感染源 目前是不明的 属于零星的社区感染 那么我们台湾距离 大规模的社区感染 究竟还有多远 有可能发生吗 现在各大学者不断研究 他们发现 人类的通企营动 和疾病的传播 是城镇相关的 他们现在也算出 爽北市有五大区域 感染风险会最高 究竟在哪 今天的真相极限风